所以第一 他把参民恐怖这件事 看到美国自己的事更重要 看到海边的尊重的事 看到美国南岛的乡亲更重要 这就是公亲变速度 我觉得台独和勤劳做得不对 他是不是在帮好朋友黄真辉争取 看起来 因为黄真辉就在荷兰上 这两个可能 第一他们两个说好了 如果这条立败 刚才我选举给你做好算 你需要布地什么经费我来处理 第二马文君做二冠 他就觉得黄真辉最近就收你欠缺 我来替他说几句话 看能不能替他买准 他做二冠 联聘有够好 你如果支持这种做二冠的军会上 支持马文君 第二件事是什么 他建设回想起 大家要说 朋友啊 你这这项 不行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立法委员 我自己虽然做不久 我们也做过一段时间 立法委员三个改参 第一 你会要求你的左立 对抗的部门 可充极处处 在对折 主任啊 这件事 我们委员有在关心 你怎么说什么事 什么情形 对方就说 委员左立 不好意思啊 主任啊 好 我们这其实做认真 怎么做 第一 部门和部门 左立之间 会先对抗 第一部分 没想到啊 你说的 说不吹车 我就听不懂 我明明我就听 有国议啊 结果你说的 我都听不懂 第二部分 叫官员 叫部门来办公室 来你解释 让我听 第三部分 就真的连办公室 就说不听了啦 就是接线 接线就是要完结了 马文君做的时间比我更长 他说不经过这步骤一二三 第一一定有要求 公布里面的基权的官员 说你们现在海军处理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要对一间 我们的纯粹需要鼓鼻什么条件 第一就一定过了嘛 而且他还有这个缺口的 主任一些声音的 一些这个 这个将军提供的 一定很慢的 第一次都没办公室 第二次都没办公室 来 部长你来我办公室 这个 原部长 什么部长 来我问你 我这个海军的舰艇 为什么要用GL 没有用荷兰呢 你要知道 部长他就坐在那边 有可能再带一个海军的副司令 就在那里 啊马委员啊 我们这个过去的例子怎么样怎么样 啊荷兰的可能有什么缺点 他一定会跟他说嘛 对 就已经说已经 说到什么东西都跟你说了 还减机密报告都跟你说了 说不存在 说你的情报是不对 你后面那些人不能信任 他又说不存在 他要接线 他就要标识 我要收理过方法 在接线里面 刚才杰明哥 已经连很多东西给大家看 他没给你解线啦 他的接线的内容 就是要跟大家说 我很厉害 我马文军 上海 上海潜水艇 还减少皇宿军说 你在潜水艇 不一定可以做纯粹 如果不存在 还不簽約 洗几道还不卸完 合余七百零七分 只有七百零四分的时候 就接受了一群 我们的海军的司令 我们说潜舰铁三角 说 哎 你跟我说 你们进里面 到底整个系统 我们说 几公斤 几公斤 堂就要不卸了 你问人几公斤 驚就要不洗 问人家 就要不 就要不卸了 所以这个 过程里面 建设 回想起 最后 整件事 拼了 潜水艇 已经经过这个 所谓 海舱库房 也就是潜舰计划 比我们台船 正式落水了 拿一个东西 放在空中 你看这是 我们台湾国舰国造 其他世界 相近二十二年 二十五年 我们七年 做出来的东西 放在那 马文俊 做出来 食品典礼 很多海船家 你没有去 不是因为 对这艘 潜舰有意见 而是我告诉大家 这些人对民进党 真的没有意见 我跟你讲真的 他觉得 就算钱要造出来 国民党造出来 不就去 这样哦 我说过真的 对于是那种 对于是郁家军的说法 不不我说真的 对于是郁家军的说法 我说真的